嗨,大家好,我是汉斯英语 说到练口语,大家肯定是觉得 一定要找个外国人 或者上个培训班程把口语练好吧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家就把口语练好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通过自言之语练习口语的方法 对了,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向大家分享一些 逐步出户就能学好英语的思维和方法的 每周日晚我会定期的更新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这个频道哦 另外,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一点帮助的话 请不要吝啬给我点一个赞 并且留言告诉我你是如何练习口语吧 好吧,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主题 为了更生动的给大家展示 如何通过自言之语来练口语的方法 我制作了全新的一个场景 请看 我今天一早就到地铁了 那里很多人我都挤不上地铁 这是脑海中想到更地道的表达 但一时联想不起来 那么就可以改用 then I could not get into the train 然后自言自语出来 譬如,又想说 什么时候我能够不用再挤地铁 享受阳光和沙滩就好了 查百度翻译 When can I enjoy the sunshine and the beach without clouding in the subway The sunshine and the beach 是不是中式英语呢? 查一下 一查,发现也有人用这个表达 就确定没有问题了 再查查 without clouding in the subway 发现百度例句中都没见过这样的用法 那就再用Google查一下 发现也没见到这样的表达 但有clouded subway的表达 保险起见 When can I enjoy the sunshine and the beach without being in the clouded subway? 然后自言自语出来 When can I enjoy the sunshine and the beach without being in the clouded subway? 再说 without being in the clouded subway 是特别卡 那就重复说 without being in the clouded subway without being in the clouded subway 直至将句子说顺呢 When can I enjoy the sunshine and the beach without being in the clouded subway? 另外,在遇到不会的表达时 可以用You know Just like How to stay 这样的停顿 而不要用中文 而 这样子 比如,上面那句 什么时候我能够不用再挤地铁 享受阳光和沙滩就好了 I like the sunshine and the beach I don't want to go to the subway anymore 如果不知道阳光和沙滩地铁的表达 那么就说 Well, you know I like the sun and the beach and I don't like the train in here 好了 以上就是通过自言自语来练习口语的方法 其实一开始练习口语的时候 我们只要能练到不断地说下去就可以了 词调理的单词语法术的作者 梁确仙老师说 我们起码要练习十个小时以上的口语 才会有点感觉 特别是 念到您能够连续不断地说上三分钟口语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再害怕跟外国人交流了 事实上 雅思的口语考试 考的也是连续不断说的能力 很多时候您说口语说到考官要打断你的时候 你的口语就比较丰满了 一开始我们练习口语 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不会说的时候 转换其他方式来表达 这样才是口语交流的真正目的 当你的口语不断地进步时 你就会慢慢去寻找更低道的表达了 一开始是不用太在乎所谓的低道表达的 练习口语有点像喝多了血 像尿尿的感觉 当你的英语输入多了 比如像阅读啊听力这些输入多了 您自然就很想去练习口语了 就这就是英语的输入决定输出的原理 觉得同意的小伙伴请给我点个赞 大家看完这段影片也不用专门去做笔记了 所有我的影片的内容都会以文字版的形式 更细节地公布在我的公众号里 文字版的内容会有更多的细节 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关注我的公众号哦 关于学英语 我总结了系统的英语学习方法 我毕业于广外 但是我刚毕业的时候英语才刚过六级 毕业后的八年时间内 我都是在非英语领域工作 完全没有使用过英语 迟到2018到19年 我才全身心地投入到英语学习中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不但习得了英语 还通过英语能力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把我的英语学习的方法和方式 都总结在我的网课和书里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到下方留言栏的地址 到我的淘宝店去购买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看到这里 意味着你已经开始找方法去学英语了 离习的英语这个目标又进了一步 我们下期再见 我很看好理哦 我们下期再见